哈喽 各位CostCup的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CostCup的这个大会 给大家分享这个开源与标准的话题 但是也非常遗憾 因为疫情的原因 又一次我们没有能够来到台湾 来跟大家线下的聚会 吃饭聊天 这样的一些开心的事情 都只能在网上来回忆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好咱们开始今天的演讲 我是来自于开源社 我叫庄标伟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 大概会有这么五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标准的发展历程 以及开源与标准的相似之处 我们还会探讨开源是不是需要标准 或者说开源还需要哪些标准 以及我们如何来开发开源的标准 标准的发展历程呢 我们先用这张图来描述一下 其实从人类开始 从原人变成人之后 就已经有标准了 我们找到历史上最早的 可能还不叫历史 在史前有人类开始 人类开始使用工具开始 其实就已经有标准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石斧 在出土的石斧当中 我们已经可以发现 这些石头的这种砍杂器 已经长得大小差不多 样子形状都差不多 这背后肯定是有标准的 再比如说这个陶镯这种镯子 它的曲线 它的粗细 它的大小 其实也逐渐的趋同 我们看到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些报道 在他们看来 就是说一个部落和一个部落之间 我们已经明显的可以区分出 这个部落 它的 哪怕他们都是石器部落 他们用的都是旧石器 或者是新石器 这些器具都会趋同 这个部落和那个部落就是不一样 那是部落内部的产品会比较相似 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 哪怕是这个部落 哪怕是这个居民点 它里面的这些器具 也会越来越接近 这其实就是逐渐的逐渐的 往一个标准方向走 但是右边的最神奇的是 最右边的这张图 它是一个骨笛 就是用骨头做的笛子 这个东西出土于八千多年前 也就是在夏商周之前还要找 那个时候的这种骨笛 它的音准非常惊人的准确 就是现在它还能吹奏 它还能演奏 而且它的音准的效果非常好 甚至在考古发现当中 还发现了叫定音用的骨笛 就是说专门是用来给其他的骨笛定音的 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标准的思维 就是我们要基于这个标准 把这些乐器做的尽可能相近 让它们在一起吹奏的时候 能够吹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声音来 因为如果有些笛子声音高一点点 另外一些笛子声音低一点点 这效果肯定没法听 这就意味着当人类不仅是开始追求工具 而且开始追求艺术的时候 标准必然会出现 而且他们会去追求怎么样才能够让 生产出来的无论是工具还是乐器 都会越来越能够达到我们满意的程度 这些就是在追求的是标准 到了秦始皇 公元前二百多年的时候 二百二十一年的时候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 他不仅仅是统一了这个战国七个国家 变成一个国家 秦始皇最重要的 或者说我们一直认为秦始皇最伟大的功绩 是什么呢 书同文车同轨 统一了杜亮衡 统一了六国的货币 他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他在做的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最大范围内的统一的工作 而且他做的非常的厉害 他几乎就是让整个中国 在从此之后认同 说我们是在一个大的中国范围内 我们有相同的文字 我们有相同的度量痕 我们有相同的货币 我们有相同的语言文化 有相同的一套 价值观 这样的标准化的工作 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来看 也是非常非常领先于全世界的 这个是秦始皇做的事情 在后面呢 我们又可以看到 其实从古代 比如说原始人也好 新时期 旧时期时代的这种 死前时期也好 到了这个封建时期 比如说秦始皇也好 秦皇汉武也好 他们的这些标准化 还是那种不太有意思的标准化 但是等到这个真正我们被称之为 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化的话呢 要从这个产业革命算起 就是从萌芽期到了成长期 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产生了整个的标准化的概念 而且出现了有组织的标准化的活动 就是专门有人去做测量 有人去做计算 有人去做统计 最后会把这些什么什么标准 比如说无论是重量的长度的还是尺 还是还是这种距离等等 都会往同一个标准方面去靠 而且有标准化的组织 到了普及期之后 二十四世界大战之后 世界经济开始恢复 一直到了高度发展这段时间 也就是从1945年二战结束 一直到了这个六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不仅仅是说 我们有意识的去做标准化 而且是在国家层面 开始重视整个国家的标准化工作 因此各个国家相继的开始制定 工业的标准化法 而且标准化不仅仅说 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标准 更重要的是 它是整个企业 尤其是工商业的质量管理的基础 因此标准广泛的渗入了各个中小企业 再到后面 整个世界范围内产生经济危机 然后再到这个 比如说是二十世纪末之后 有了这个技术革新的这些效果 那么标准界其实也在不断的探索 原来我们在考虑的是静态的标准化 所谓静态的标准化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要求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们开始去思考标准的目的是什么 标准是为了企业精灵经营效率的不断提升 这是一个核心目标 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标准呢 我们不是说把这些东西都摆成一样的就好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标准要对产业 要对企业的经营有帮助 因此从静态标准就向动态标准转化 到了改革期 也就是我们新时期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们的标准化面临了很多的挑战 比如说信息化 高科技 多样化 国际化等等课题 因此在过去的一二三四五这四个一二三四这四个阶段 很多时候标准都是以追认已有的情况 已有的状况为主来做标准 就你们已经有这么多规格了 我们把它统一成一种 这是标准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瞄着技术 在飞速发展的这个状况 我们要考虑到超前超前的标准化 我们要为着未来去做一些标准 我们为了 比如说我们已经预料到 这个领域可能会即将会蓬勃发展 那么我们要为他预先的计划和讨论哪些标准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仅仅是说根据现状 我们要去要去判断 怎么怎么把它归在一起 比如说已经有五种 或者是一百种齿轮的标准 然后我们要把它怎么如何归纳成三大类 十五小种这样的一种标准 这个是追认 而当我们要为未来 甚至为了尚未出现的那些技术 和尚未出现的那些规格 去定立标准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有方法论的支撑 我们要建立标准化的技术 还要讨论标准化的工作方法 并且要实施动态的 或者是柔性的标准化 这就是标准化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 那么 我们为什么要去讨论标准化的发展呢 因为标准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种叫做开放式标准 open standard 这个东西其实非常有意思 就是标准人 做标准的那些人 他们非常的关注开源 这是我在维基百科上面 找到的一段 open standard 这样的一个英文的词条 他们就在说到 什么叫开放标准呢 开放标准 它有开放的license 注意啊 开源软件的license的概念 被非常好的借用到了标准上 然后有非歧视性的条款 对标准是可以给所有人用的 而且是非歧视的 而且是可扩展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其实都来源于开源的理念 但是标准把它学过去了 因为标准要想追赶上 这个世界发展的脚步 它一定不能够像传统的标准那样的 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来做一个标准 然后拿出去慢慢的用 这样根本追不上这个世界的飞速发展 因此他们需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 更加开放的方式来做这些开放的标准 这个是受到开源启发的 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 开源与标准有哪些相似的地方 上面这个是标准的眼镜 而下面是我们在我们看来开源的眼镜 标准是怎么眼镜的呢 最开始的时候就自然标准 就是我们再说到原始 原始社会 那个时候大家尽可能把东西做的相 相像或者是相似 然后呢尽可能做到类似的规格 这是自然标准 等到工业化以后 开始有意识的去做各种各样的 各行各业的各种领域的标准 但是这些标准都是分散的 等到后面标准要构成一个体系了 就是ABCD所有的这些标准 他们要构成一个整体 因为他们互相之间要配合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工业上的标准 那么所有这些工业上的标准 可能都有一个东西叫尺寸的定义 那么我们该如何描准 如何描述任何一种长度 任何一种尺寸的大小的长度的曲率呢 那么它需要一个描述那些标准的标准 因此这些所有的标准就会构成一个 完整的协调一致的整体 它就是一个标准体系了 再到后面我们刚才也看到 为了适应飞速发展的世界 标准不仅仅是要去追认已经有的东西 它要为了未来不断的变化的未来 去创造新的标准 因此需要作为方法论的标准化 这是标准的发展历程 而开源呢 当然有自然开源 甚至我们在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出现之前 就已经有原代码的自由散播 只不过那个时候 还没有open source这个名词 但是已经有在世界范围内到处流动着的原代码 到了FreeSoftware被明确的提出 到了open source被明确的提出 到了osd就是开源软件的定义 这个东西被明确的定义出来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了一个一个的可以明确的称之为 开源软件 开源项目 开源社区的东西 到了这些东西逐渐的繁荣起来以后 当然我们就有了一个 作为一个整体的开源生态圈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一个的开源软件 开源组件 开源的package 他们互相之间构成了复杂的依赖关系 这个时候他们形成了一个 不是完全严密的 但是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 这是我们现在的开源生态圈 但是第四步其实没到 这是我们希望到了的 就是开源 有没有可能作为一种方法论 无论是开源的这种license背后的逻辑 还是开放式协作背后的协作模式 还是开源软件的这种分发的形式 它是不是可以被总结成一种更有价值的 更能够推广的方法论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落后的 就是开源人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到标准的价值 但是标准人非常清楚的意识到开源的价值 因此他们已经把开源作为一种方法论 吸收到他们的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去了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其实应该更有意思的来做这些事情 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其实就问的有点 好像不用问了 开源当然需要标准 其实如果我们不谈开源 只谈软件的话 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软件相关的标准 而我们如果要做开源软件 这些标准我们都得遵循 无论是网络的TCP IP类的这种协议 还是语言类的各种标准 还是各种API标准 各种文件格式 这些都需要标准 但是聚焦到开源呢 有一些开源的标准 比如说SPDX 这是一个包软件包格式交换的一个标准 其实它现在最重要的功能是 规范化所有的开源license 还有OpenChain OpenChain它也现在成为一种ISO的一个标准 它是专门用来描述软件供应链的 当然还有SBOM 还有VEX 还有用来规范这个语义化版本的这个SIMM Version 就SIMMATIC version这样的一些标准 但是他们有些已经成为了国际标准的一部分 有些还只是正在试图成为国际标准 或者是某种事实上的标准 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开源的现状 说实话 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开源发展到了今天 我们需要系统性的标准化 从过去我们没有版本管理工具 到有了比如说最早的VCS SVN 再到今天的Git 其实我们今天几乎所有的代码托管平台 都和GitHub非常类似 无论它是不是GitHub 或者GitLab 或者大陆的Git 其实都是Git类的GitHub类的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早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开源社区 但是现在 在企业 基金会 开发者 社区 已经变成了一种典型的组合 这样的典型的组合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开源的开发模式 也是成功率比较高的 不能说最高吧 成功率比较高的开源社区的形态 再比如说越来越标准化的漏洞通知机制 CVE VEX 还有越来越类似的DevOps和自动化的开发模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用GitHub Action 来来组织我们的DevOps 还有很多的这种开源项目像Kaios 他们专门是用来评价社区 社区的这种成熟度健康度的 那么 这些现象总结起来 其实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开源的开发过程 开发社区和开发生态 已经越来越自然的趋同了 我们说原来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开源 不同的社区 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管理模式 但是其实现在已经可以搜数到特定的几种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不同的形式 然后我们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技术的发展 当一项技术逐渐成熟的时候 标准化的诉求 就提上一试日程 那么现在我们说开源已经 渐渐的走向一种成熟的阶段 我们就需要系统性的标准化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繁荣的开源生态圈 但是却没有一个足以匹配的开源的标准体系 那怎么办呢 我们我们再来问这个问题 开源需要哪些标准呢 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需要些什么呢 在我看来我们至少需要的是四类标准 第一类就是叫概念定义 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已经有OSD了吗 OSD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够用 我们如果去读OSD的原文 它的引言不是它下面的OSD的十条 它的引言 第一句话就是OpenSource不是一种CodeAccessSource 不是一种原代码可获得 不是这个 它是什么呢 它是说如果有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license符合以下的定义 这个软件可以被称之为开源软件 那么我们可以说OSD 其实它在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它用OSD去规范的是OpenSourcelicense 然后再说它背后的潜台词是 如果有一个软件用了这些OpenSource的license 那么它就可以被称之为OpenSource的什么什么 那么问题来了 开源的硬件怎么办 开源的文档怎么办 开放的数据怎么办 他们都是被或者受到OpenSource的 措施的启发 比如还有开放标准怎么办 他们都是受OpenSource的启发来产生的东西 他们也有各自的license 这些license可能不满足于OSD的那10条 而且OSD在它创立之初 约束和定义的只是软件 其他的东西它没有定义进去 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准确的更加有包容性的对于开源的定义 或者我们再再扩大一下 我们不仅仅是要定义开源是什么 我们还需要讲清楚 比如说我们右边的这个图 开源项目 开源组织 开源产品 开源的版本 开源的代码 他们分别是什么关系 现在这是我我梳理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世界的核心就是一个开源世界的核心就是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有个人或者是组织去参与到这个开源项目中 他们开源出来的东西 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一个一个的开源产品或者叫开源作品 然后这个开源作品有关联到他的协议版权专利 以及他的版本和他可能有的漏洞 这些概念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叫做概念体系 在这个概念体系的用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相同的语言来讨论开源世界里面的各种现象 可能我我现在的理解我画在这 或者你可能跟我对同样这件事情的判断不同 那正好我们可以 在追求相同的语言这个目标上逐渐逐渐的达成一致 最后我们得到的是大家都认同的一张概念体系图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标准 当然还有一点 测量与指标 比如说一个开源项目 他的10大数量 他的fork数量 他的contributor的数量 他的commit的数量 他的branch的数量 这些都是数据 这些数据有些非常容易测量 而有些又很难测量 比如说一个社区有多少人 有多少贡献者 如果他这个项目不是托管在gethub上 我们又该如何去计算 如果有些项目托管的gethub 有些项目不托管的gethub 他们互相之间能不能够做横向的比较 我们如何去计算它 如何去评估它 这些其实也是标准需要做的工作 我们需要去去度量这些事情 而且我们需要在相同的语言 相同的概念的基础上去度量这些东西 再进一步的是 我们去讨论最佳实践 这些其实在ISO2000这样的标准里面 已经有就是业界的质量的 标准或者说是质量的最佳实践 也有这样的东西 那么在开源领域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收集开源的最佳实践 整理 然后让大家可以交流 这其实也是标准可以做的事情 通过这些工作 我们也许可以更好的更紧密的 把开源世界里的各种各样的开源项目 各种各样的开源社区 各种各样的开源人 以更好的方式把他们团结起来 让他们更好的交流 这就是做标准的价值 但是 我们来如何假设我们要做一些标准 这些标准不是说我一个人关起门来 在家里就能把这标准写完的 肯定不是做不做不到的 那么我们如何来像做一个开源项目一样的 来开发这些开源的标准 当然我们的反应就是 我们要制定一些架构原则 就像我们做一个软件 我们要做软件的架构一样的 那么如果我们去去做一个开源的标准 那么这个开源的标准 我们也有定一些架构的原则 比如说我们要区分快慢 因为在开源的领域 并不是全体一致的 他们都在同步的变化 不是的 他有些领域 他变化的会很快 有些领域 比如说操作系统或者数据库 他变化的会比较慢 而且像法务合规 比如说license copyright 这些领域 他已经比较稳定了 而漏洞安全漏洞方面的话 还会有比较快的变化 那么其实不同的领域 虽然我们都要为他制定标准 但是每一个领域的分领域的标准 我们可能要以不同的迭代周期 比如说有些领域 我们可以一年出一个标准的版本 但是有些领域 我们可能每个月就要出一个版本 来发布标准 这些要区分快慢 然后快慢之间又怎么样协调起来 这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然后宽延要适度 因为标准我们第一反应就是 标准就是用来约束我们的 但但是其实不是 我们需要定义的标准 有些标准我们要非常严格 非常精确 用没有奇异的语言来定义 但是有些领域呢 我们可能要说的宽松一点 宽泛一些 能够涵盖各种各样的情况 甚至涵盖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 上没有研究清楚的领域 这个时候我们的标准的语言 就不是一律那么精准严密的 我们会有一些取舍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密切的观察这个领域 然后来进行开放式的协作 然后我们才能够制定出有意义 有价值的标准 那么在我们再稍微展开的说一下 所谓叫做开源标准的开放式协作 首先我们是需要参考的是 其他的开放标准 以开源项目的开发模式 很简单 早发布 频繁发布 而且要持续改进 就是我们我们对外 正式的公布一个版本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以半年 一年或者至少至少三个月 作为一个周期来发版 发版本 但是我们在一个小范围内 非正式的我们会频繁的发布 这些标准的小版本 这是第一个参考 第二个参考就是我们可以去参考 学术领域的影响力的构筑模式 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 我们及时的发布一些相关的论文 介绍概念定义指标模型最佳实践 包括像我现在出来做这样的一些演讲 做一些步道 然后让其他更多的朋友 其他更多的领域 其他甚至别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能够引用我们对于标准的定义 这样的话 我们的标准就能够更快更好的 实现自己的价值 最后当然我们非常希望的 要建立一个开放式标准的协作社区 就像一个开源项目一样 然后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参与 这也是我今天来介绍开源与标准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因为我们正在组建这样的一个社区 也希望也欢迎所有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 OK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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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